7月10號星期五 好我們今天的又到了最期待的 《易經之夜》 而且我很少講《易經之夜》這四個字 對啊我們要講《易經之夜》融造一種 獨層不是獨層 融造出一種氣氛出來 結果我們講什麼之夜的時候就是好像主題要很明確 因為本週7月開始的時候我要走一種主題很明確的風格 不能再講一些題外的 然後常常跟老師聊天聊一聊就話沒講到幾個 然後講不講不完然後又被說 可不可以讓老師多講一點話 有人這麼說嗎 他們私下說啊你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讓老師多講一點話 怎麼講這麼難聽的話 怎麼講這麼誠實的話咧 我們不喜歡聽實話你知道嗎 但老師真的很多人很想聽你講話 就聲音聲音的魅力 但其實我自己不太敢聽自己的聲音 幹嘛不敢面對自己 所以就是有點不敢面對 你會聽自己的那個像我們現在的節目啊 直播現在直播囉 各位風友們 那個 網粉 譬如說我們網路上 郁金之粉們趕快來上一下老師的直播給點面子 譬如說我們網路上我們可以再聽一次 但我從來沒有聽過第二次 你可以聽我的部分啊 那要剪一下 要有人來剪接一下 你只要看到你開口你就趕快快速的 對那個 有一本老書叫莊子 大家應該聽過 莊子裡面有個故事 有一個人啊很討厭看到自己的影子 這個人是有病 他很討厭看到自己的影子 然後就老覺得影子在後面 心裡就貓 然後他就想跑快一點 把想要擺脫那個影子 結果他越跑快影子就追得越近 就如影隨形 對所以他就哎呀就每一次都覺得擺脫不了 心裡就很喪氣就來問莊子 問莊子怎麼辦 莊子就是很簡單啦 你躲到樹下去就不會有影子追你了 我以為他告訴他說 你就在沒有影子的時候出現啊 我從前看這個預言我覺得 這開什麼玩笑哪有人害怕自己的影子 但自從我知道我害怕我自己的附近 複製的聲音 我就我就了解 其實影子就是複製的你嘛 他不是真實的你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不是真實的你 你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聽到一個好像是我的聲音 但明明那又感覺又跟我聲音有差異 那個感覺就是有點怪怪 我覺得如果只聽到我們兩個聲音還沒關係 如果聽的時候其他的聲音就不行了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說 旁邊其實沒有人說話 但是又出現第三種聲音 弦外之音 你有沒有覺得莊子每次他遇到一些事情 人家都會去問他對不對 他就會講一世世而非的 達非所問的 然後到底問的人聽不聽得懂 就叫我現在看我還是看不懂也聽不懂 國文指考來了 此次據說課綱改了以後 要大量的廢除文言文的比例 好這也沒關係 但是你知道嗎 文言文全部廢除我變成外國人 我講的話別人都聽不懂 沒有你變稀缺動物 你變稀缺了你就變成是很貴的了你知道 因為可能沒有人在學文言文了解的也沒有了 因為學的人沒了 所以以後如果 一發珍惜 我們以後這個 一個月可能要請你來四次 專門學文言文 對就已經在就等於說這次是末代指考的兩次 因為再過來的課綱他們有一次明年那一屆就沒有第二選擇 他只能一試定終身 因為他不能再重考了 課綱完全改了對不對 所以我在發覺這次的那個大考中心有報復性的文言文出現 比例大幅增加 而且大家昏倒文言文之多的幾乎佔八成 裡面就考了莊子 那你記得什麼題目嗎 完全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也完全不知道答案 就是說完全不懂 其實文言文這個是需要底蘊的 他是需要你從小培養的 突然間你要惡補也無法 對他要心領神會 而且還要旁敲側擊還要想像 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會意經的人就會看得懂 所以嗎 考生門 明年你還有一次機會 請一定要聽王思信老師的課 大部分聽的人就會懂 可是如果你懂莊子其他文言文言你也都懂了 極最難的應該莫過於就是莊子 對主要莊子倒不是說他文言文難 所以他文言文裡面用了很多方言 即使在日本你去考一些大學 日本考大學的考題裡面就是即使在考他們的日文 裡面都會出莊子的文言文 就像他們這次不是在捐口罩的時候嗎 那大陸他們就很沮喪 他們也號稱他們是中華文化的傳承 對不對 結果他們只會寫武漢加油武漢加油 這口罩上面 對人家日本送的不是寫了幾個字 日月 什麼山川什麼的 對什麼山川 日月同 什麼 反正意思就是說 我們共同在這片山川 跟日月底下 那我們當然要好好相處 是是所以人家想說 看日本口罩上面寫的那種什麼日月什麼忘了 我們的文學看過就忘了 但大家就慚愧了 對 就想說書法 書法跟漢藥其實是在 韓國跟日本發揚光大業 反而我們比較不注重 吃的裡面要有一些 中國的節氣的 一些食補的文化在裡面 你比如說那個安倍日本安倍首相他有時候講話他也會引用文言文 比如說他會引用《易經》有沒有 他引用《易經》 《易經》的格掛 就是他說君子報變 就是《易經》格掛裡面其中的意料 吳錦慧也是 他的偶像是趙子龍 他很愛三國 然後之前他們日本在平城對不對 然後在之前 平城之前是昭和嘛對不對 然後再過來他們這次是令和對不對 他們還故意他說因為以前我們都是用上書 就是參考中國 覺得怎麼又被漢人物影響 所以他們這次才特別跳出 我們的四書五經 自己取個令和 是是 不好聽 還是昭和跟平城好聽啊 對就是 比較 比較穩定 老實說那個昭和平 平城這個 感覺的份量比較重 比較重 所以奧運就delay了 原來是 應該是這樣 是個年號取錯了 又沒有來聽我們節目 應該補一個掛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說不講雜話又講那麼多 脆 今天講脆掛 原脆的脆 對這個脆掛是易經第四十五掛 脆怎麼寫 去Seven看就知道脆怎麼寫 不是說吃什麼 很有很脆的什麼什麼餅乾啊什麼有咖一聲的那樣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脆 這個脆是 脆取的脆 對是脆取的脆 上面一個草字頭下面一個 竹 冰竹 那個竹 這個字 念脆 不知道人現在就去 小七冰櫃打開 下面飲料那一排 如果 脆怎麼寫 用日本的漢字寫的話 他們會寫米字邊旁邊這個冰竹的竹 對那個也叫脆 也是念脆 這兩個意思幾乎一模一樣 可是草字頭的脆給人家感覺是有大地植物精華感 對 米的話就比較偏穀物 米也是一種植物嘛 其實他也是也跟草字頭也有一舉同工之妙 米就只能弄選米油啊 脆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米也有脆的意思 因為這個米啊 我們那個 骨子打下來 不是會經過一個 機器打下 可是你打下來的時候 既有這個 骨糠 既有這個 上面那個米 就是帶殼的米 還有一大堆稻草 對對對 你要把它分開 分開就是一個脆的過程 所以這樣講的話 這個掛留下來就是好的 對然後再進一步再把殼打掉 然後進一步再挑裡面最精的部分 都是一步一步的脆 對 對那這個 怎麼在易經裡面這個掛來說 怎麼解放 怎麼應用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這個脆啊 這個就他的掛詞來說 他是一個 舉辦一個 一個大型祭司的場合 大型祭司 這個祭品就非常多嘛 就是 各式各樣 然後這個主記者 他的各種儀式 他要什麼身段要拜這個拜那個 他的動作儀式非常複雜 所以剛開始他會一時無法適應 一定要rehearsal 一定要采裁 那個步驟很 移軌很多 對所以他要練習很久 剛開始很亂 好 然後 然後後來慢慢適應 這就是脆的過程 好我們現在有直播 請大家可以來上我們的粉絲團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直播 然後老師 放心只有老師沒有我 不要擔心 畫面很純粹 我們已經脆過了 這畫面我們已經脆過了 好嗎 對好 這個脆光的意思就是 他在進行一個 很複雜的一個事情 其實我們人生 比如說你的工作 可能也會遇到 這樣一個很複雜的工作 他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 可是問題是你怎麼去適應進去 這個很重要 有一些人他怎麼適應都適應不進去 因為他那個是一個混亂的場面 所以這個適應就 一般來說我們有分做三個階段 我們這個他其實可以普遍化 就是到 我們生活上的問題 工作上的問題 感情上的問題 我們有時候一開始 剛接觸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資訊複雜 然後我們也不曉得規律在哪裡 我們不曉得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然後我們不曉得怎麼選擇 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就是進入到脆的狀態 所以脆就是 有一句成語也是出自文言文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離開文言文 我有每一集一定要講文言文 你一定要因為已經稀缺了 是因為現在文言文被刪掉 我只好在這裏再把它補回來 所以你要補回來 你要大量的補講 然後這個有一句成語叫做 叫做 極翼成球 極翼 在座有聽過嗎 極翼成球 arm pit 翼毛啦 對 翼毛 可是不是我們的翼毛 是那個 Maybe 是鵝蓉 鵝蓉 比如說雕啊 虎啊 那是最貴的那個部分 比如說你家如有養貓 你摸他全身的毛 最軟的 肚子還有咧 鵝蓉 鵝蓉就很明顯 其實鵝蓉非常柔細 他的毛非常細 就像鵝蓉一樣 鵝蓉的毛就是那個部分 可是那個部分多不多 很少 非常少 不能用這樣虐待動物 非常少 所以古代人要這個要求的意思 求的意思就是 那個毛是外翻的 皮在裡面 毛外翻的 那就最貴的求就是 純黑色或純白色 然後都是從 這個壺或者是雕的 這個腋下的毛 從那個地方的毛 把它收集起來 可是每一個都只有一點點 所以就要 極意 成球 那不會有糊臭嗎 沒有 我們不是 他不 所以要收集 我突然不曉得 什麼要解 離題 就是說 很難的意思 而且要經過多長的時間 他不是一下子 就可以完成 就是那個東西要非常多 所以剛開始很亂 所以你要 你的功夫就是把 這麼混亂的東西 把它拼在一起 變成一件很漂亮 很貴重的 球衣 那極意成球 也就是說這個 翠他不是說什麼 你各個地方 你只要以某種過程達到目的 就是好的 他應該是一個很大的任務 或是很難的東西 才精華嘛 都是隨隨便便的 你想想看這個 這個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是一個學生 他到阿根廷去 阿根廷 養牛養很多 所以那邊你到那去定制那個皮衣或者皮鞋 非常 而且手工的 幫你做一雙手工的皮鞋 大概台幣八九千塊 就有了 手工的 然後 他要先帶你去看皮 他要先帶你去選皮 你要哪一張皮 然後他就說我已經幫你選過 我們不選任何被蜜蜂釘過的牛皮 為什麼呢 因為被蜜蜂釘過牛皮 在那個地方他留下疤痕 那個地方的顏色不一樣 即使染色上去也會呈現不一樣 而且他還可以知道那個被蜜蜂釘過 因為他們很熟悉 他們就是很熟悉 所以這種就是他已經幫你挑過 他就被蜜蜂釘過 你想想看 連被蜜蜂咬過的牛皮 他通通不要 這個就是已經一個萃取的過程 這就是一個很仔細的一個萃取的過程 這個是我們做是遇到困難的事情 我們第一步要做的 你怎麼樣駕馭這個困難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 專注 要專注 不要什麼通通好 你要分出 這些東西哪一些是好的 哪一些是不好的 這需要 非常專注的精神 你才分得出來 對的 哪一些是比較好的 哪一些是次好的 但因為東西非常多 你就必須要守得放下次好的 哎呀那我覺得好適合是現在 資金氾濫 大家不是都玩股票 那麼幾千支到底我們要選哪 選股 把它跟選股 想在一起 這個好 對啊因為你也有可能經過好幾次的大跌崩盤或者是危機對不對 萃取活著的 就那個了 對對對 但這個 這個 我沒有說護國神機 你第一步這種專注 你要專注在 專注的意思就是你比較了解清楚 眼前這麼複雜的事情 誰是什麼狀況 你要了解清楚 第二步就是要你要舍得 你不能全要 你不能說哎呀每一張牛皮都很好 每一張貂皮都好 每一張虎皮都很好 不是 你要有選擇 那我覺得選擇可能是一個難 選擇就是要舍得 要非常舍得 那有這個例子嗎 就是 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人會去問到這樣的 大部分都是問公司 你比如說 怎麼可能說有八個人追我 然後我要退去哪一個 這個就難了 如果是問感情的話 有時候我們 比如說一般這個 畢業生 他剛進入社會 他要選工作的時候 不掛通常就遇到脆掛 因為就是 你問什麼事情 他會出現那個 他就不會出現 常常會遇到 遇到脆掛 就是說好像他覺得 很多行業他都可以試 他都可以去試試看 可是他也不曉得 哪一個行業比較適合他 對老師有說過 比方說感情就很會遇到桃花掛 我比較喜歡購掛 這都看到優點 沒看到缺點 沒有 購掛 購掛是桃花 OK 這個脆就是看清了 對不對 你要看清楚 對 你才可以選出一個標 你專心 但是人最難看清 老實說 所以購掛前三窯 都是不好的窯 因為一個掛有六窯 前三窯就是你沒看清 所以你要吃點虧 你要被陷害 或者你要遇到一點挫折 那怎麼樣來 來 可以讓我們深切的了解說這個 脆對不對 脆掛來講的話 我們今天可能遇到很多 不管是什麼事情 那你又說要經過要認清 要選擇的 是 事物 對 那這個 就是認不清 對所以 這個怎麼樣在認不清當中認清 就是一個自然的法則 就是你要 你要 打電話進來 不是 你要 你要遇到挫折 遇到挫折 你就會說 那你就說 我也沒有一種 不遇到挫折 我也可以認清的方法 的方法 那其實就是回過來 就是捨得 你不要什麼都要 刪去 一定要 一定要用減法 對對對 一定要用減法 反而你少了一些麻煩的事 一定要 比如說 你 個性很 這個 比如說很open 很開放 你交了很多朋友 但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所有朋友都是好朋友 那麼你就 你自己 你也不曉得怎麼選擇 那至少你可以先這樣子 就是 起碼這朋友 我就至少分兩類吧 有些朋友 我算是比較能夠說一點心裡話 有些就大家就是 好就是 可以一起玩 就是分兩種 你起碼要有個界限 不要任何朋友都沒有界限 你起碼在這裡要分一個界限 分一個遠近 就是至少要把它分兩類 這個能力要有 這個基本的還簡單的 這種篩去法 對不對 還可以 它也是一種篩的過程 所以 沒有篩掛吧 已經沒有 沒有篩掛 類似篩的過程 老師你有遇過什麼 什麼樣的人 他來問過 翠 這個掛 對不對 然後他 你給他的答案 或者他真的馬上就分得出來了 我遇過 比如說兩三次都是這個 要找工作的人 很多個 對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 那另外就是說 他接到一個大案子 遇到一個大的事情的時候 或者剛認識 或者剛認識一個女朋友的時候 也常常會補到脆 所以我發覺這個脆掛常常是進入一個新的事情的開端 開端 還看不清楚 對 然後他也不曉得怎麼辦 這個 這個 這個時候我得必須要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 在那種環境複雜 然後訊息 撲朔迷離 然後你也不曉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這種場合 其實很多啦 就是現在電子業就是這個場合 對對對 看不清 對你看不清 只看得清三週的訂單 對你也不曉得 三個月的都看不清了 你也不曉得未來趨勢是什麼 通常這種情況你停在那裡不動反而是壞事 是 因為你停在那裡不動其實你會距離那個變化越來越遠 你會越來越不容易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 翠瓜在這裡就告訴我們說即使遇到那個情況你都要有行動 你還是要決定 你都要有行動 做錯沒關係 很快很快改回來 停損 對很快改回來 這是學習的一種很好的方式 當然你不要全部壓住都壓在一個地方 但是你一定要有行動 有行動就可以跟市場跟你這件事情有這個互動有回饋 然後你要很快速的在回饋當中做調整 產生新的看法 對這個事情要產生新的看法 好待會有這個脆的困擾的人可以打來 022509933先打電話準備兩組數字 健康就不要問了 投資也不要像我很愛問 但是也不要問 大概就是問一些什麼工作啦 或者你的對象啦之類的 可是老師你剛才講說像感情對不對 怎麼會有人一開始才剛開始認識人就會去問你這些事情呢 他不曉得對方對他的印象是什麼 到底是自己太有自信還是太花 還是說自己太多人追 通常就是他在意對方 通常就是他在意對方 所以他害怕對方不在意他 然後就想要做各種嘗試 也不曉得他的嘗試這樣嘗試是對還是錯 好謹慎喔 對是就是也很害怕自己出仇 害怕沒有面子嘛 尤其對你最在意的人 你當然很害怕你沒面子 所以那個情況就是進入一個脆的狀況 但是我覺得這種人太小心 通常有些人是已經談了好久以後已經撩下去了 對就已經在裡面很久了對不對 還看不清 一開始就覺得很謹慎的這種人對不對 蠻少見的 通常就是對方條件不錯 怕他跑了 常常是對方條件不錯 他很在意 才會 所以他才這裡也小心那裡也小心 好啦 希望每一個就是覺得你很在意你的人 這個還只是第二步 我們還有第三步 第一步就是你要你要懂得你要專注 要把這個盡量去了解眼前的訊息 第二步就是你一定要篩選 你不可以全要 你不可以說好的你都想要 你一定要篩選 第三個就是你要要懺悔 這個大家可能有一點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就跳到要懺悔 因為當你最後在不斷的反覆的這個試錯的過程 有的要有的不要反反覆覆上上下下一個過程到最後終於找到你正確的路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會對過去有一些做錯的部分 你會突然有一種覺得有一種從前那樣子實在想錯了 從前那樣子我實在是太自以為是了 從前那樣子我實在是太過分了 你就會有一種懺悔之情 那是他自己產生的懺悔對不對 人在真正進入他的道路的時候一定會經歷過一個懺悔的過程 那個懺悔的過程就是你現在找的就是你真正應該要走的路 你真正做的你應該要做的選擇 我們在做出那個選擇的同時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種對過去荒唐了這麼久 然後彎彎去去搞了這麼久才居然才知道 我會對這個過程會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會有點懺悔 真的愛得到最高點就是懺悔 對其實到最後一定會有一個懺悔 如果沒有懺悔你其實不代表你真的這條路你要走到底 就如果我們選了這條路我們真的要走到底 其實我們會對過去有一次的總清理 那個總清理他會用一種懺悔的方式來表現 又是那句話了福到之懺悔了對不對 福到之懺悔了 好我們等一下接電話02250999933號 那老師待會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老師剛才講說在這個事業 不管你是要再做事業的考慮事業的選擇對不對 那這個脆卦對不對 他有沒有可能就是說你自己覺得你選擇了可是是錯的 你知道我意思了嗎 對你可能覺得好不容易我下了一個這個選擇了 但是你因為這跟你自己的認知有沒有有關係 對人生一定會有這種情況的 那這比較複雜我們等一下回來再跟大家說 好我們剛才在直播現在就結束囉 OK謝謝之前老師說可以每個人念欺騙金剛經 然後老師願意在他的臉書樂意講堂快樂的樂 這個道義的義 不是道義的義 不是道義的義 義經的義 這個粉專可以幫大家回答對不對 是 但是有些人今天才加入 是 今天有一些我們脆過的聽友 他們今天才加入一樣可以參與嗎 一樣可以 唸七遍 對只要你說我願意唸七遍金剛經 七遍更好了 OK如果大家覺得有感動的話 是是 很多人會有感動是不是 有因為上就是前兩個禮拜有很多人他 他我已經把他補過瓜 他又他又私訊說他感覺念七遍金剛經不夠 他要繼續在念他感覺很好 賺到了 是是 然後這不用那麼嚴肅坐著端正就可以了 端正念就好坐著站著 不要斜躺 不要在床上念 就是不要在床上念 可以在客廳念 不要趴著什麼 是是是 就是客廳書房都可以 床上不要想 不要躺著念 躺著念有一點怪 有一點對阿這樣子 老師不高興喔 好我們現在來接電話了喔 02 250 999 33 郭小姐嗎 是 好郭小姐妳好 我們直播到這邊結束了 好郭小姐請問妳要問老師什麼問題 我想問感情的事情 妳先聊一下怎麼樣 就是我目前有一個對象暧昧的對象 然後已經快三個月了吧 但是其實都沒有跨出那一步 有點想說是不是會有後續 暗戀了 她知不知道妳暗戀她 我覺得是互相喜歡 那就比較暗戀叫曖昧 暗戀 對呀 暗戀 暗戀是她不知道 暗戀 對是暗戀 暗戀最快樂 妳就多暗戀久一點 對 OK 但是她很辛苦 好好好老師她有沒有機會 會啦 就是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需要一點時間 還要有時間喔 還有時間喔 對還需要一點時間 那但是最後應該會跟你告白 喔真的 對應該會 她不要告白喔 女生要告白還是男生告白 對方吧 對方應該會跟你告白 等她等她那個 等她 郭小姐 我要給她暗示嗎還是 妳需要給她時間 第一個妳需要給她時間 因為現在還不到那個時候 然後她是一個比較謹慎的 她是一個比較小心的一個人 所以妳需要給她時間 妳不要給她暗示 暗示就變妳告白了 是啊 要等很久嗎 老師要多久 老師妳覺得 我看最多也就再三個月 最多最多 疫情過去啦 就差不多了 三個月妳都不能等喔 已經三個月了 已經三個月 半年差不多啦 對差不多 不然說真的妳想讓她知道 妳就叫她聽我們這一集重播嘛 哈哈哈哈哈哈 或者叫她也打電話進來 說欸有個電話碼 妳可以幫我打一下嗎 02250999933 好了但是起碼 郭小妹 妳的那個結果是好的 好 拜託不要衝動 我不要著急就是了 妳不要去告白 也不要去暗示 拜託 好 先行動就輸了 OK 好來 02250999933 沈小姐嗎 喂 沈小姐嗎 我是 好沈小姐來 請先給老師兩組數字好不好 0327 好那妳要跟老師聊什麼 我要問工作 怎麼樣了工作怎麼了 就是被裁員 是公司是因為這一波的疫情影響說業務的關係嗎 對啊 那裁了多少比例 大概一半 那妳已經這個等於是被動式的在家嗎 被動式對啊 幾個月了 剛剛而已 好剛剛好老師來老師 好妳不用擔心 因為妳應該不用太久 妳就可以找到新的工作 好那這段時間妳稍微就是休息一下 好然後該去申請的這個 事業補助 就去申請事業補助 對對對 因為是裁員嘛 妳該申請就申請 他可以有六個月 但是有時候不用那麼久就找到了 對是是是 那妳就是再找到新的工作對妳不是困難的事情 所以妳不用太著急 可是 因為我有請朋友 就是詢問他們目前的一家生技公司 對 合一嗎 不是 沒有生技業 妳是學什麼的 妳本來是學什麼 然後在哪一行業 我是會計 可是會計就其實很多行業都可以 每個公司都要 對對對 那妳原來的這個行業別是什麼 就妳被被迫休息的這個公司是什麼行業 電子 他想到生技 我覺得 我有請他詢問 可是我現在好奇是 因為我大概下個禮拜左右會想 就是會過去那裡就是跟他們面談 那不知道老師會覺得說 這個生技公司是可以是ok的嗎 可是這是另外一個掛 但是我不知道這家是不是ok 因為這個要另外補一個掛 但是以妳的工作運來說 妳在未來三個月到半年 妳去找工作應該都很順利 可是我已經算中年失業了耶 可是妳聲音聽起來好年輕 反正因為妳有個少女生 恭喜妳 我還以為妳剛畢業耶 可是頭理力不會看妳少女生啊 聽不到妳的少女生 所以妳一定要見面談 你要爭取面談嗎 我連爭取面談要有機會上 所以我就說有些人看到年紀 可能就先把妳就排除掉了 妳不用擔心啦 真的嗎 是是真的 妳在這個地方太擔心了 以這個掛來說 他是不用擔那麼多心 那如果說他即將 可能要去的這個生技業者這邊 他錄取了ok嗎 如果他有爭取到面談機會 我覺得錄取率非常 就趕快去了 非常 以這個掛來說 很有可能就被錄取了 就是妳應該整個樣貌 應該是讓人家很信任的 所以我覺得是會加分 只要可以 有這個機會 只要有面是一定會加分 ok 好 謝謝老師 勇往直前 聲音年輕啦 可以啦 沒問題啦 穿辣一點 不是啦 後面那句不要聽 022509933 哈囉妳好 陳小姐嗎 我是 陳小姐 那個妳的有一點雜訊 待會我們的工商服務時間 但是妳可不可以先把妳的那個 收音設備是不是 還是妳在車上 就是先關掉不要有回應 陳小姐 你好 陳小姐可以聲音清楚了 那個現在有懷孕嗎 還沒有 還沒有 好 然後她要問生小孩的事情 就是妳想要懷孕生小孩嗎 對 好 那妳身子要先養好 因為這個掛就是妳現在身體的狀況 是不利於妳這個生小孩跟懷孕 所以妳那個食物要開始注意營養 不要吃素 不要吃全素 然後注意蛋白質攝取跟好的油脂 那今年有機會嗎 因為其實我兩個月前我有懷孕 可是八週就流掉 對 就是妳現在的 我剛才 老師剛剛就有講 我剛才 剛才廣告的時候 我就是跟 她就是說 會有這個情形 她要妳特別注意 對 因為這種情形 就是妳如果沒有說我是不好 我是不好講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要從身體開始調養起 所以我覺得至少要調養半年再懷孕 妳不要太快 至少要調養半年再懷孕 對 因為老師剛才從掛像是有看到這個跡象 但她不好直接講 所以但是有救對不對 對就是妳要調養就OK的 對 妳不要說調個三個月四個月就來 至少 我不是說至少喔 至少妳要調半年 還是OK 這是說要去養子宮的方 就是意思是嗎 其實以我 就是以我過去就是有類似的朋友遇到情況 他們其實從食物的調養上 調養個半年一年 其實都有很好的 都有很好的進步 老師那她要怎麼調養呢 就是要問中醫嗎 就是常常過去這些人 就是體質會比較不容易懷孕的人 過去就是這個澱粉甜食吃的比較多 蛋白質好的油脂攝取的比較少 所以她要有優質的蛋白質對不對 是是 比較好的油 對對對 妳千萬不要聽人家什麼吃水果餐啊 以後小孩子長出來皮膚好 千萬不要聽這種不要聽這種話 每一餐都要有魚肉 或者是都要有魚有肉這樣子 然後生冷的呢 不要千萬不要用生冷的當一餐 即使早中晚都不要 最忌諱早餐起來就吃沙拉 不要 妳的體質完全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老師剛剛有特別跟妳說 如果妳是吃全素 妳可能要小心喔 對對 還好她不是吧 妳不是吧 我不是 那就是要吃對身體好的蛋白質跟油 這個選擇 好 所以以目前來說的話 就是調養半年之後 半年之後應該 可以 那個妳的身體妳自己就會感覺 好像跟過去不一樣 妳半年妳就要有感覺 如果半年沒感覺妳就要再調養三個月 要調養到自己覺得自己有感覺 如果說去看中醫呢 也可以 妳也可以試試看去看中醫 但因為看中醫有時候她會幫妳 她會叫妳吃藥 不要什麼的 這個我就 我覺得食補 這個我就不知道 這個就變成說要遇到真的適合妳的中醫師 很好的中醫 不要亂吃欸 好不好 我們還是從天然的食材下手好了 那有個朋友她都吃羊肉 對她都吃羊肉 很好的羊肉 然後每天吃身體就變得很好了 反正好的肉妳都吃了 對 022509933 哈囉妳好 吳小姐嗎 咦 化掉了下一位 OK下一位 哈囉 哈囉劉小姐嗎 化掉了 欸 我們電話又發生了一個問題 好直接上線 好 022509933 因為我們最近 哈囉妳好 請問您貴姓 你好我姓郭 你要跟我們出生年月日 名字不用沒關係 出生年月日有嗎 68年4月6號 68年4月6號 那妳要給我們兩組數字 兩組雙位數 兩位數兩位數 那就6846啊 68 你真乾脆欸 妳現在做工程還業務的嗎 我當老闆的 郭先生是不是 嘿嘿 郭先生有什麼那個問題 要跟老師討論嗎 對我 這是一兩個月要去申請那個 一些保險的體負啦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狀況這樣 嗯 舉例啊什麼 哪一類的保險 就是我那個 就是 老保應該是 國家的保險 然後老保啦 對 那我要去申請類似 成長體負這樣 OK 屬於職業傷害的嗎 不是吧 不是職業傷害 那就是類似 老保 那個妳引用的條文要跟 可能跟這方面的專家要商量一下 醫生是幫我看一下說沒問題 嗯 因為以這個掛來說 以這個掛來說會有一點點困難 嗯 以這個掛來說 會有一點點困難 所以 但那個困難又不是說 絕對的那個被否定的那一種 好像就是說裡面有瑕疵 那就要再仔細一點 所以說我才會講說 可能在引用那個 法條 對 在引用法條的時候 你要跟這個這方面的專家 稍微再討論一下 或者可能就會被打回來 又怎麼樣 要再重新跑一次 對對對 是 因為這件事情就沒有人可以討論了 因為大家國家的單位 他都告訴你 你就舔一舔拿過來啊 就這樣子而已啊 他也沒有 他會叫你補件 對 有可能 所以老師 我家人曾經被勞保局刁難過 我就是一直有一個 心裡一直有一點疙瘩塞 對 以這個掛來說 就是他不會 他不是否決 但就是會有一種 就是會有瑕疵這樣子 我覺得準備齊全是比較重要 最後的結果是好的嗎 就是要那一關要過 才知道是好還是壞 對 就是那一關 對對對 好 那我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 022509933 哈囉你好 喂 喂 請說 我需要你給我們那個 兩個數字先 因為我們今天 我剛剛有流過電話了 流過名字 她剛才電話斷掉 對 劉小姐 劉小姐 看到看到 她很乖 竟然念了本名 好 妳是不是選了2466 好 那妳跟老師講妳要討論什麼 現在在上去嗎 是是是是 是在上線 所以妳可以跟個 好 妳想要生小孩是不是 對 因為 結婚幾年了 有兩年了 之前有一點排斥 然後最近有在考慮了 知道適不適合 所以妳還沒有小孩嗎 之前有有過疑似 但是就是肺胎萎縮 好 老師 對這個這個情況跟那個 前面有另外一位聽眾也是 一樣的情況 就是還是必須要養身體 從這個掛像看來 還是必須養身體 但是從掛像看來 妳的情況比他稍微好一點 就妳的身體比他稍微好一點 他有吃好的蛋白質跟油 所以妳應該就是 調養半年以內 就可以 就可以比較好 所以就是要去吃中藥嗎 這個就是很多人會問 那這個我比較不敢講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中醫師也非常多 有一些適合妳 有一些不適合妳 所以我就比較 我就比較不敢講 也是剛剛那樣子 對對對 所以一般就是朋友 有這樣的情況 我都是建議從食療開始 然後我發覺說 有朋友有類似的情況 常常都是他們喜歡 就聽一些說什麼要吃 很難的要我來補一補 對要吃素的 他們常常中餐 就用一個沙拉簡單的 再加一個蛋 那太冷了對不對 就是長期這樣下來 就把身體吃成不適合懷孕的狀態 我懂了 那這樣老師他如果說講一些食物 他可以問你說 這個食物是不是適合懷孕的嗎 榴槤啦 真的啊 榴槤啊 你要吃熱一點的食物 可以喔 我覺得可以吃 因為子宮怕冷嘛 所以吃一點 比方說麻油 還有羊肉草薑絲跟榴槤 還有羊肉草薑絲跟榴槤 還有羊肉草薑絲跟榴槤